美惠 今天要為你示範一道麻辣醬的做法 登登登 看一下這麻辣醬 整個過程運不難 很快就完成了 我們接著馬上來看看所需要的材料 蠟油一杯也就240cc 香油三分之四杯 炒熟的芝麻才要三大匙左右 帶有顆粒的辣椒粉兩大匙 花椒粉兩大匙 十七香粉一大匙 另外有一根的蔥 兩粒的八角 還有三片的薑片 接著我們來切蔥段薑片 先切片 薑也是一樣 蔥、薑、八角 好 這樣就是我們的辛香料 好 我們開始製作囉 先開火 我先將這個八角 薑片跟蔥放進來 辛香料 接著呢 我們的辣油整個倒進來囉 我們要煮開 那才會香喔 那加點辛香料是讓它裡頭更香 這是香油 好 讓它煮了 也不用去攪拌它 因為它都已經蓋過它了 這樣子等它煮滾 火小一點 讓它的辛香的香氣都煮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沖我們的魂沫 畫面上可以看到 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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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的 好 我現在就熄火囉 稍微讓它降溫一下下 然後這裡呢 我將所有材料放進來 芝麻粉 花椒粉 辣椒粉 很獨特的十七香粉喔 這些粉末先把它攪拌進去 然後準備將剛才煮燙的熱油要倒進來 那我為什麼要降溫一下呢 如果很滾燙很滾燙來沖的話 它就會有點苦 我用一個濾網直接這樣 蓋在這上頭 我拿起來 我們一口去沖 然後攪拌一下 好香喔 這時候呢 我們蓋上蓋子 我們讓它燜一下 讓它香氣燜住 等到涼的時候呢 我們就裝罐了喔 好 這樣裝罐進來 這樣一罐插包 這樣就行 溫度完全涼的時候 再密蓋喔 這就是我們麻辣醬了 麻辣醬已經完成了喔 今天教練什麼應用 我們做麻辣乾拌麵 來 我這樣咬一大匙 這樣就滿辣囉 好 我一坨麵 這樣一大匙醬油 一大匙的烏醋 再加上糖 好 這樣子 把它拌一下 這就是我們麻辣乾拌麵 或者是紅油超瘦的醬料 那這時候你可以撒點蔥花 將麵條把它撈出來 我就放在這上頭 剩這麻辣醬 這就是麻辣乾拌麵喔 謝謝你們的收看喔 請記得按讚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